Hello 大家好 上個星期就和你們分享了 在懷疑人五個月再加上疫情期間 我在家裡wait from home 照顧貓仔 煮飯給家人吃的生活究竟是怎樣的 今個星期又有很多東西想和你們說 然後就真的想說說我選擇 清潔用品、消毒用品 或者其實這個疫情期間 我自己對於這些產品的選擇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個很科學 很理性的人 我會看的sauce 很多時候你會看KCON 暴露年齡系列 我那個年代是補習天王 所以現在很親切 經常都會看他的資料 基本上我仍然很相信 酒精、漂白水這些又便宜又有用 洗手20秒 用簡易洗手 這些是很基本、很入門的 我覺得大家都不用專門去找一些很貴 我看到有些六、七百元的噴噴那些 其實不用那麼誇張 但反而這些用的時候都要注意安全 濃度 又或者酒精 你真的不要當是空氣清新劑 其實任何噴霧類型的消毒劑 你都不要真的在頭前噴 我自己通常就算你要抹那些東西 我有時就是噴落一些棉或紙巾 有時你少少噴落那個面 主要是不太大範圍 噴了一層霧出來的那種 其實我都很相信這些基本的成份 已經是很足夠的 但都是 總有人想找一些真是精少少 漂亮少少的 例如用到上面 用到上手 或者是抹東西 再高層次些 我都有幾樣是自己用開的 首先這個 很多人都很識貨 其實Clinicep 好像之前我這樣說的 Baria Lotion 它都是在診所醫院出沒多 它會在哪裏出現多 就是在一些做美容 會幫人打針的那些 打臉的那些醫生的診所 就會有了 因為它是可以用來抹臉的 有時他們就會噴在棉花上 幫你抹臉才撕針 也會有 也可以用來消毒一些 可能美容院針清等等的工具 所以可能在一些醫美的地方 就會看到它更多 現在它又開始進入了零售市場 大家都可以買得到 我也有說過 其實我很相信消毒的成份 就像剛才所說的 酒精、漂白水 某幾個寫出來 其實我都會大概去找這些成份 消毒成份的產品 因為它們的價錢 其實都是不貴 而且這些產品全部都不是疫情 之後才撲出來說自己是一個得獎最新的發明 這些產品都不新的了 即是一直都在用著 可能在醫院診所 所以我就比較相信這些 我不是不相信那些 噴了之後有層野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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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每一個新的發明 可能都要多一點時間去驗證 現在全球都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我不覺得你有很多時間去證明這些 是一定會合適的 所以我就覺得我先用一些便宜症 最基本是可以的 而它裡面的消毒成份 都是剛才說過的可靠之一 就是hypochloride 所以這個也是安全的 還有其實 那些有效的消毒成分 很多時候都大同小異 最主要就是看它的濃度 或者它的廠 這一支是來自英國的 它的背景可不可靠 我覺得這些才是我自己著重的東西 Clinicep就是噴手、噴衣 甚至臉 臉真的不需要整塊臉當它是護膚spray噴的 我也有說過 不要損害你的肺部 不斷吸進去 就是你噴在臉上去抹就會好些 Clinicep是其中一樣 然後 這個 因為這些產品 不是全部都是我店舖的產品 有時這個我在寵物店買的 後來我們也有一個品牌的供應商 送給大家 這些你可以詳細看 這個又是什麼 這個應該有寵物的朋友 就會比較熟悉一點 它其實是一粒粒的消毒餅 它之前一直都不是家用的 而是說到很誇張的是 那些禽流感 洗雞籠也是用它的 它就是一盒有五十粒 但是它就麻煩一點 你要拿一個瓶去自己混 而且它混了之後 就不是用得很多天 轉了這個顏色 幾乎是不能用的 你是兩三天之內要用它 那這個我就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噴地下 因為主人會在地上走來走去 它走完它又舔它的爪 所以我就要找一些 寵物都安全的消毒劑 抹它們的東西 它們的食物附近的地方 或者是洗沙兜的時候 都要用它 而且它的比例 這個壺是太小的 所以我相對可能會撕半粒 又或者我會倒去再加多一點點水 這個就是主人的消毒東西 這個就麻煩一點 要自己混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很重量級的 為什麼說這個很重量級呢 因為這個本身 如果你看它的網站 description 很恐怖的 它說到是適合哪幾間手術室去用 又是它不是現在才彈出來的東西 它是之前已經存在在醫院用的 一些消毒的產品 這個就很方便的 它撕出來是一個紙巾 但是用所有的消毒的產品 其實都是 你都要給它有一點點聯繫時間 這個是要三分鐘 你用來這個是因為很厲害的 所以你要戴手套用 用來抹門柄 抹整個門框 抹一些真的要消毒的東西 譬如是廁所 跟著一些關鍵的近門口的那些位 因為很多時候 你叫外賣或者送貨 都會出出入入有不同人 那些我就會用這個抹 小心一點的話就戴手套 而且你要給它有三分鐘的接觸時間 就是說你不要讓主人走過去 不要讓嬰兒爬過去 你自己也不要去碰它 真的讓它在風乾三分鐘 這個也是一個很強俠的消毒 就是很方便的紙巾 另外其實就是 都有一些濕濕星星不同的 可能噴一下手 其實我都一定會戴 就是好像這些 這個是一個本身是 它其實是一個鎮品 本身就是一個 就是口罩之前用的 保護皮膚的spray 它的鎮品 但我因為覺得這個鎮品實在太出色了 所以我經常都會戴 不用戴那麼大支 自己進入那些酒精 這些都是可能出街 或者是吃飯之前 我都會用到 其實在消毒方面 我是很保守的 真的都還在用很傳統的 那幾個成分 但你看到我很少用滴露 或者是威露士沙偉龍 因為那些寵物可能不太適合 搞了搞了 就來到晚上了 現在就發覺 其實晚上真的很多事情做 多了一個儀式 洗完澡之後 每晚都要查土 大家都知道其實十二週打後 甚至有些人偷補十一週就會查土 那我呢 就很多東西在查 那大家都可以幻想到 就是都會有些贊助 又或者我都在默認一些商家的產品 那你會見到很多很多 那其實呢 查胸有一支 查土有一支 然後查低一點的 可能側邊 或者是屁屁大腿 又會有一支 那我都是陸續試著不同的牌子 這個呢 要遲點才更新 因為大家都知道 你不到最後關頭 你都不敢說 你查那支東西一定可以 又或者是 人人都查 都可以 是你不行 這些情況都會有的 但是呢 我覺得 由一開始 我覺得很煩 要查土這個程序 到現在呢 我就真的享受了 因為呢 我之前呢 就會是覺得 這個步驟 都不知道放在哪裡做好 現在呢 洗完澡 然後呢 我就會 我便會去 我便會進房間 然後呢 我便開暖爐等自己 可能呢 現在越來越暖 就不用了 之前便開暖爐等自己 那便 除了那個洗澡 之後呢 就逐一部分 逐一部分 這樣查 然後呢 就看著它吸收 那樣 還有呢 逐一部分去查呢 我第二天洗澡的時候 其實我真的感覺到 哪些是有吸收了 哪些是沒有吸收 真的有些牌子 是好一點 真的有些牌子 是你真的不吸收 洗澡的時候 洗走 而且重點是 未必跟價錢是成正比的 而且呢 他們都會有些氣味的 又要看看你喜不喜歡 雖然說十二週打後 其實沒有那麼容易 但是呢 都是個個都有不同的特性 所以呢 這個呢 我很期待跟大家分享 那我今天呢 都不那麼沉悸了 其實還有很多事想說 譬如印期的護膚 洗頭水 一些很基本 即是跟剛才 生活 即是煮飯洗衣 抹東西那些又不同 即是個人護理的選擇 其實都有很多想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心急的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們討論先都可以 那另外呢 就是 其實可以拍一個影片 講一下我選了些什麼 其實其實每個多月 大家都知道我很多東西試 我亦都不是一個 可能十個月都用同一支東西的人 所以呢 每一段時間呢 我選的東西又不同 那我到時跟大家 再分享一下用些什麼 洗頭啊 沐浴露啊 這樣 其實很大部分 說真的都是 真的在店裡有的東西 但是呢 亦都有很多 是在外面 其實便宜正正 就這樣買 都會有 很適合 很好的選擇 尤其呢 其實我的要求不是很高 只是避了印記成分 我就覺得夠了 不過都不長氣住了 我們可以下次再講的這個 那也是啦 大家呢 如果喜歡這一個 題目的話呢 就讓我知道啦 你可以like 可以comment 告訴我 也都呢 如果你想 收到這個 notification 知道我出了新片的話呢 就記得要訂閱啦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